社团法人台南市台南爱心慈善会由理事长陈炳朔率领着李建世和会员50人 牺手吉安乡公所在公所前广场针对乡近内有300户的弱势而造家庭 发放了救助为问津还有民生物资 吉安乡由树珍颁发感谢庄代表乡亲感谢台南爱心慈善会的善心意举 社团法人台南市台南爱心慈善会本着延续爱心火种 记住贫困的宗旨历年来深入偏乡将爱心奉献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9日下午台南爱心慈善会由理事长陈炳朔率领李建世及会员等约50人 牺手吉安乡公所与公所前广场针对乡内300户弱势而少家庭 发放救助为问津及民生物资 这次活动更是我们年度最重要的一场 所谓的专案救助这样子的一个来到吉安乡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会员所凝聚起来的爱心 送到吉安乡这边给我们需要的朋友 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那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能够操作领域在社会上能够带动这样子的一个风气 那大家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然后帮助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弱势同胞 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300份的物资加上吉安米 以及2000块的家庭爱心救助金 所以呢我们要献给300户的这个弱势家庭 来作为一个加油打气 尤其在防疫期间 也希望我们这一些关怀户 能够开启自我防疫跟物资生活 能够很平稳很平顺的这样的一个祝福 活动由爱心惠礼室 同时是出身吉安乡的毛肖阿玉 牵起缘分 虽然远嫁台南市 仍希望回馈乡礼 也让住在南华村高龄百岁的爸爸能够安心享福 在花蓮出身的南华村吉安乡 出身的出嫁到台南去 我这一次回来自己的故乡做公益 我的爸爸今年100岁了 我很开心我要给他填寿 今天才会来办这种事 还有我们爱心会的理事长 他也是有那个心要来这里做 我也很高兴 本次共发放300户 每户2000元为问津几名生物资 总救助经费支出约70多万元 虽然目前正逢疫情高峰 仍希望透过救助与关怀 为华联乡亲加油打气 洗手共度疫情难关 健康平安 记者长帮演节安商报导 联书 成功 atk